想这个题目想好久了 终于来到 一位很标准的模特 这个题目是什么呢 叫做上中下交相贼的腰椎 腰椎之所以难做 的关键在 腰椎的肌肉 有往下连的 有横连的 跟往上连的 往下连的部分 我们要先注意到这 以十二对肋骨上左右两条 腰小肌 这里只看着动作 各位如果边听着我的影片讲解 或者当落下来 还可以对着图片 腰小肌 连接在 腹骨骨韧带上面 好接着有腰大肌 腰大肌它的上缘在五节腰椎上 这个五节腰椎 延展下来的肌肉它走在 骨骨的内侧两条都比较 所以我们要先把 往下连的肌肉松掉 往下连的肌肉 其实还不止 这边还有踏肌 左右的踏肌也松掉 接着我们要做第二组 第二组的 附着在腰椎上的肌肉 叫做 主要是这个腹肌 腹肌又分三层 第一层叫做腹外斜肌 它们中间有腹白血 腹外斜的连接点在哪里 叫做咖前上极上 各位等一下 如果看着图表 你可能不太容易分辨咖前上极 我给它做了这样子的区隔 这个咖在前面有一个最基督之处 在后面有一个突出之处 这叫前上极 这是后上极 那在中间还会有一个咖极 所以一般称咖极的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名词 这是咖前上极 这是咖后上极 这个可以叫做咖中上极 前后中 连接在咖前上极的这一块肌肉 叫做腹外斜 两边都得解开来 好 接着我们又进入第二层的肌肉 叫做腹内斜肌 腹内斜肌 它主要的连接点在这个尺骨的 两边的齿骨枢上 还有齿骨极上 这就是腹内斜肌 接着 会有一条跟它同一层的腹直肌 它是由肌腺纤维石底下往上连 连到腹渐突跟腹软骨这一带 我们把腹质直肌把它做出 接着最深一层的就有机会做了 最深一层的叫做腹横肌 这个腹横肌呢 腹主要的连接点 我们要破哪个 就是刚刚讲的咖中上极 传统只说咖极啦 但是我刚刚为了区可 我故意分出这里的咖前上和咖后上 这是在中间部分的咖极 或者叫做咖中上极 我自己加的名字 来 把咖前咖后跟咖中上极都松掉 这边是咖前咖后 咖中都松掉 这一组松掉 你最深层的腹横肌就松了 前不久 我常常把它当主题跟神 这个就是带脉 带脉要是通呢 来 咖 你的负责排泄很重要的一段 乙壮结肠的神经也会通了 还有 咖 女生的卵巢子宫也就通了 那么这个腹横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咖的一个作用 看我所负的图长就会知道 负横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要帮忙巩固脊柱 就是腰椎这边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透过做些什么呢 从负外斜到负内斜跟负直肌 就用一个疏通的负横肌 我就可以疏通这个 连接在腰椎上的这个负横肌 当负横肌要是松掉以后呢 我们还有要往上走的 刚刚我们复习一下 我说腰椎之所以难做 是上中下交相贼 下的部分我们做一个层次了 中的也做得不错了 接着我们要做上的部分 上去的竖脊肌 左右各三条 什么叫做竖脊肌呢 背后这一袋肌肉有竖的直的 然后基本上它跟脊椎是平行的 所以叫做竖脊肌 最外面一条它叫做喀肋肌 这边是喀股 这边是肋骨 这个肌肉处连接在喀股跟肋肉上 看起来好像跟我讲的 腰椎没有太大关系 不要忘了它没有横向的关系 所以第一件事要先把 连在肋骨跟咖骨的喀肋肌做松 这边也一样 咖骨跟肋骨之间的喀肋肌松掉 接着中间一条左右两条 在中间一条左右各有一条 叫做最长肌 最长肌为什么叫做最长肌 因为它最长 废话 它怎么长法呢 在这一段它叫做胸最长 然后往头上 这边有个颈最长 这边有头最长 左右两边的胸最长 颈最长头最长都做开 那你就可以解决什么呢 这些最长肌正是连结在五节腰椎上的 如果这五节腰椎再往上连的胸最长 往上连的颈最长头最长都松了 那么它的腰椎又再松一层了 剩下最后一条叫做什么呢 最后一条走中间 在脊椎两边的脊椎 脊椎像狼牙棒一样 左边就可以这个脊出 挂这边的肌肉如果都能够松掉 脊椎两边的脊椎要是松了 甚至松到脊椎 这个脊椎延伸到七节颈最后 这个还也叫做半脊椎 脊椎 因为它的筋脊现象没那么明显 又分颈半脊椎跟头半脊椎 如果把这个颈半脊头半脊都松掉 那么这个整个的腰椎就已经松一枝了 好 今天借着实作 来说明一下腰椎之所以难做 是因为它上中下交相贼 我今天就是示范做了解开 腰椎我中心往下通的 往横通的 往上通的 这些都松掉 腰椎才能够真正的松的了 这一段影片有一个小缺点 没有真正去随时搭配涂胆 各位就自己搭配涂胆看了 好 谢谢